你心目中的夢幻大學是哪一所 美國Princeton Review的調查裡 Stanford大學連續兩年 被美國父母和高中生 票選為最夢幻的大學 今年Stanford的錄取率不到6% 競爭激烈 就其實我來這邊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 大家都比我痛 然後我總是很肥 就比如說在台大的時候 你可能像是就是坐在教室裡面 然後很被動的一直接受 老師所有給的應付這樣 這個123年歷史的大學 創新的魔法究竟是什麼 就是Stanford這邊是從來不點名 所以學習的責任 就是都是在學生身上 環境很重要 這邊那個環境 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他們都是台灣最優秀的學生 而到了這裡 學校卻翻轉了他們的世界觀 重燃他們進步和創造的動力 深入校園 我們發現一個學校創新的三個關鍵 這裡是Stanford最有創意的設計學院 D school 的執行長 Sara 告訴我們 空間怎麼啟動創意 首先是很實用的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環境的環境 很穩定的環境 例如我們在學校的一項目 是擁有能力的 人們走進來後說 我感覺到這裡更創意 非常感激的 這就是很感激的 非常感激的 這就是很感激的 製造的 裝上輪子的桌子和白板 這裡的家具隨時可移動 落地的玻璃 寬敞的空間 穿透開闊的視野 高腳椅 懶人沙發 每個空間各有情境 會說故事 不管你是活潑或內向 都可以找到合適的角落 表達自己 除了空間 這裡更鼓勵你 當個手作的Maker 所以這是我們的 製造室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 創造的程度 來製造一個 實際的表現 的想法 還未存在 落實想法 不怕犯錯 做就對了 增強了學生的自信 尼泊爾新生兒 實溫至死的病率高 原本學生想出 製造便宜的保溫箱 但拜訪了醫院才發現 問題出在偏向父母 根本來不及 把新生兒送到醫院 把新生兒送到醫院 於是學生做出在家 可用的保溫睡袋 量產 讓窮人負擔得起 不同背景的混搭學習 教會他們解決 複雜的問題 來自以色列的NAMA 曾是軍隊裡的工程師 在D-School的一門 跨醫學與設計的課程 竟讓他和一群醫師們 並肩合作 其中一位是來自台大的 腦神經外科醫師 Daniel洪偉珍 我們合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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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 當你拿到桌子 人們有不同的背景 你能夠學習 從 Daniel 他有很多年來的 經歷在醫院 醫院 和醫療 Hey Daniel How's it going? 疲倫?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UNA Conference? I think we need to start thinking NAMA和Daniel的老師 是小兒外科醫師 Dr. Kennedy 他把臨床上遇到的問題 丟出來 要學生試著降低 倒鳥管患者 發炎甚至洗腎的困境 我一開始最想的是 希望可以有 用神經刺激的方式 可以解決 然後後來我們 其實團隊裡面 也想了很多 大概 我們那時候列出 大概一百多種 不同的 解決 看可不可以 解決這些病人的問題 這些病人 這些病人 不可以做 在傳統的模式 我可以在辦公室 約15分鐘 但是他們 真的不可以 解決這些問題 在日常生活 當我們跟學生 接觸的時候 他們會說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不太敢 去上廁所 他們說 因為他只要拿出 這樣的東西出來 同學會覺得 他是很怪的怪人 在經過評估之後 發覺其實病人 他們要的並不見得 是真的高科技的產品 他們是希望可以 讓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 可以不用在乎 別人異樣的眼光 跨界的一堂課 誕生了一家公司 42歲的洪偉珍 勇敢告別人人稱憲的 外科醫師 創立了雅拓醫療 他和NAMA 把傳統導藥館 改良成餅乾大小 外型剖褲的新設計 產品通過美國FDA測試 準備明年進入市場 我認為他很尊敬 他在追求他的夢 還有更多的想法 不只是影響 他在工作和工作 但是 他用了幾千萬人 用了幾千萬人 他在創造的 進入生活 跨領域的團隊 手座的工具 寬闊的空間 在洪偉珍台北的辦公室裡 依然找得到Stanford 影響他的創新三元素 原來Stanford創新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擁有 許多世界第一的學生 而是他打造了一個 讓頂階人才 拋棄過往成功 重新歸零 不斷學習的環境 提供資源 讓人才學得快 學得好 這才是夢幻大學 背後的秘密 感受到像是 很激烈的 作詞 作詞